网路电商平台兴起 越来越多民众在网路上购物 尤其疫情时代快速且便捷的特性 加上无接触 促使消费者消费形态改变 台北市卫生局日前针对网路平台贩售的 生鲜蔬果抽验30件产品 检验结果两件不符合规定 那这一次的话 台北市卫生局针对网路平台30件的一个生鲜蔬果来进行抽验 抽验结果是两件不合规定 那不合格率是6.7% 那这30件产品里面 其中包括20件的生鲜蔬果跟10件的冷冻蔬果 那抽验结果是一件韭菜 剪出一项农药不合格的部分 那还有就是甜豌豆有三项农药不合格的部分 那针对台北市的业者的部分 我们进行相关的陈储 那当然也有外县市的相关的产品的部分的话 我们就是以请所辖县市卫生局来进行后续的一个追踪 跟辅导农民的一个田间的正确的一个施药 那其实在我们网购专案的话 不只是蔬果 也包括谁产品 烘焙食品等等 那在往后续也会在抽验相关的像蛋品 肉类或者是茶叶花草茶等等 那在整个网路购物 购买食品的部分的话 还是要呼吁大众 我们还是要确认一下 就是在网站上是不是有明确的一个厂商的一个相关资料 包括它的名称 电话地址 跟完整联络资料 那不要去购买来路不明的一个产品 那在网路上选购食品之后呢 应该是要先确认一下 它在网路上公布这个食品的资讯 是否是完整的 那如果是完整包装的食品 事实上它在网路上必须刊登一个 完整的中文标示的一个内容 包括它的品名内容物 重量负责厂商原产地等等 卫生局也提醒业者要确认低温保存产品 是否确实低温配送 此外购买冷冻或冷藏收拾食品 建议民众食用前 依包装指示退冰或充分加热后再食用 确保食品品质及食用安全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